祝福的名 杀乎万民 荣耀尊贵 都会与你 万喜要未满 万口要承认 耶稣我祈拜祢到永远 耶稣我祈拜祢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祂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祂造的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祂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从祂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好 谢谢姐妹 亲爱的姐妹 到底谁是耶稣 我们来看看这短短的视频 今天我们到街上去 看看大家对这位耶稣又有什么认识 耶稣是谁啊 耶稣是上帝嘛 耶稣是整救世界的吧 是圣母玛利亚的儿子 耶稣叫到那个 十字架上的那个人 耶稣 耶稣 他应该是人啊 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 人不错 耶稣 耶稣救世救世主啊 耶稣基督教这个 創始人 耶稣 耶稣 耶稣就是神 跟中国的路来差不多嘛 他是救苦救难的 都是救苦救难的 但是都是神 圣子是吧 好像是派到人间来 替人间受罚的一个人 他的徒弟跟汉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耶稣 耶稣到底是谁 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有人说 他是十字架上的那个人 他是救世主 他就是基督教的创始人 他就是神 你说呢 你说呢 亲爱的同姐妹 你说呢 到底耶稣是谁啊 他来是做什么的啊 是不是刚刚有一个小伙子是吧 他说 耶稣就跟中国如来 差不多 就是来救苦救难的 他这样讲有没有错 好像 也没错 来救苦救难的 所以亲爱的同姐妹 我们看一看圣经 在圣经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 有非常非常精彩的两句话 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两句话 好吗 一二三 请 即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前面这两节经文都在讲耶稣 对不对 他都在讲耶稣 其实有很多的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什么 他是讲到耶稣的身份 重点是 耶稣是上帝差遣他的儿子 而且为什么 女子所生 什么意思呢 圣经的意思是说 耶稣他是一个真实的 完完全全的人 有吗 为女子所生 可是亲爱的同姐妹 他也是上帝的儿子 完完全全的神 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 这是耶稣是谁 第二个呢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干嘛呢 亲爱的同姐妹 圣经上说 耶稣要把律法以下的人 都说出来 叫你跟我呢 得着儿子的名分 成为上帝的儿女 亲爱的同姐妹 什么叫做从律法底下 你知道吗 什么叫律法以下 就是什么 因为我们人 因着我们最信的一个缘故 你跟我 我们没有完美的人对不对 我们当中找不到完美的人 因为我们不可能达到上帝的标准 上帝的标准是什么 他是全然的圣洁 他是全然的公义 我们找不到 但是怎么样 耶稣要把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 买赎回来 而且归给上帝 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是第二个很重要 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所做的工作 亲爱的同姐妹 短短的两句话非常精彩 还有第三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是什么 圣经说 极致时候怎么样 满足了 亲爱的同姐妹 这个时候满足 在圣经它原来的意思 是指说 这个是人类的历史当中 在这个时间里面 所真正发生过的事件 这说什么意思呢 代表今天你跟我相信的基督信仰 是完完全全建立在 人类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亲爱的同姐妹 他告诉我们 扎扎实实的 耶稣是历史上的耶稣 他在历史时空当中 包括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这个短短的两句话 让我们看见 亲爱的同姐妹 你跟我的信仰 不是建立在一些哲学家 用理论 用摸索 或者是从人生的经验 慢慢去想出来的概念 不是 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了 你跟我基督徒的信仰 也不是建立在一些宗教人士 他对可能宗教 可能对灵界特别有兴趣 然后有很深的一个默想 去领悟出来的 亲爱的同姐妹 也不是 基督信仰是建立在 历史的时空当中 真实所发生的事情上面 所以亲爱的同姐妹 我的信息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说基督信仰是什么 基督徒的你的信仰 不是人去找上帝 乃是什么 神来找人 你光是靠人自己 你要去找神 我告诉你 你会找到很模糊 你会很努力 可是你找不到神 唯有神来寻找人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 所以圣经说什么 极致那个时候满足了 两千多年前 然后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我们整个基督信仰 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 但亲爱的同姐妹 耶稣是谁 我可以跟你谈很多 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 好丰富 但我今天 我只要透过圣经 来跟你分享一个 很简单的概念 今天神的话语 要告诉我们什么 亲爱的同姐妹 今天神的话语 告诉我们 本为至高神的那个耶稣 他却为了你跟我来到世上 他是为了爱而来的 这是我的信息的概念 就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我会透过两方面 来跟你分享 耶稣是谁 第一方面是 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子 他为了爱 他要进入到 你跟我的世界里面去 这是第一个角度 我要跟你分享 那第二个 我要跟你分享 耶稣是谁 他也是基督 就是他是救赎主 而且因为爱的缘故 你可以得着上帝的生命 在继续分享之前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谢谢你的话语一打开 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是通达起来的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我们欢喜快乐 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面前 主啊愿你开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 主愿你看我们的耳朵 使我们的耳朵真听见 是主你的声音啊 主你开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心 是谦卑柔软 精醒的归向你 好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土 心土是成为好土 以至于到一洒下去的时候 就有三十倍 有六十倍 有一百倍的成长 天父我们爱你 我们把以下时间带到你的面前 愿圣灵亲自来引导 来开我们的心窍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祷告奉耶稣的名所祈求 阿们 哈利路亚 那我们就把这短短的两节的经文 我们再念过一次好吗 这是第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 一二三 请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但既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耶稣 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哇 很精彩在约翰福音 约翰是跟过耶稣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他才说 我们 就是他那些门徒 我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是谁 他是道 道就是神自己 道成了肉身 代表什么 那个至高的神 那个造物主 他居然成了人的样式 那成为人的样式 是什么意思呢 他需不需要 从妈妈肚子里面 有个孕育的过程 需要吗 如果他是完完全全的人的话 需不需要 他需要 他需不需要 在妈妈里面肚子里成长 然后被生出来 并且经历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 成长的阶段 需要吗 他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 我问你们一件事情 我们在神学院讨论过一些无聊的问题 但是 那我问你 耶稣是完全的神 对吗 耶稣是完全的人 对吗 那我问你 那耶稣会长青春痘吗 会吗 会 耶稣会感冒吗 也会 好 好 神学院讨论第一关就过了 我们有时候就讨论一些无聊的问题 会啊 他就跟 他会肚子饿嘛 那对不对 他是跟你跟我 有成长的过程当中 所以什么 道成的那个肉身 就是什么 完完全全的人 他会不会口渴 会 他会不会肚子饿 他会不会累 好 那情绪来了 他会不会愤怒 真的吗 他是神喔 也会 说得好 他会不会开心的时候 他会不会流血 我最后问你 他会不会死 至高的神 他也会经历人的生跟死 历史上 吓一跳 对不对 也会经历到人的死 历史上有个神学家 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经典 如果耶稣在哪一方面 跟我们人 有不一样 就是他不是完全的那个人 如果 历史上的耶稣 在哪一方面跟 我们人哪里不一样 我们人就在那个地方 我们不能得救 他必须要完完全全的 跟我们人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会死 耶稣也必须会死 这样子 他的带熟 那个买熟 才是相等的 其他弟兄姐妹 他会经历我们的生跟死 包括我们人的什么 喜怒哀乐 耶稣也说 但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他道成的肉身怎么样 他是住在 在我们中间 而且他是怎么样 他是充充满满的 带着什么 带着恩典 带着真理 前一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很喜欢用白话 来跟你讲神的话 什么意思叫做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用白话跟你说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就是说 至高者成为人的时候 就代表说 今天你在哪里 耶稣就在那里 他不是一个飘在空气中的 你今天在那里感到寂寞的时候 你可知道你的主 也在那里跟你一起感受到你的寂寞 你知道吗 今天你在职场上 你面对到很多的不确定性 很大的压力的时候 甚至你可能 有些人是你觉得很孤单 你觉得很彷徨的时候 你可知道 那个道成肉身的上帝 就在那里 与你同在 你的困难是什么 耶稣就感同身受你的困难 你的问题 你的感觉 你的需要 你可知道 耶稣他都知道 这就是住在我们中间的意思 可是耶稣 你跟我有一点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面对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情绪只能够是怎么样 常常是 只能够是无奈了 是吧 我们常常是无力 我们也感到无助 是吧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常常也软弱 我们会不会有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 但是圣经说耶稣是怎么样 耶稣跟我们不一样是 在他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是什么意思呢 就算在你跟我极大的困难当中的时候 耶稣要恩待我们 第一个是他与我们同在 第二个是在我们极大的困难 我们很彷徨的时候 耶稣要用他的恩典来帮助我们 在我们极大的困难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总是有办法 阿们吗 耶稣总是 我们常常没有办法 我们跟亲子教育有时候都卡住了 是吧 跟人际关系 工作我们也常常卡住 但是耶稣有办法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在圣经里面 耶稣所说出来的话 就是一般人说不出来的 耶稣说的话常常非常的简单 但是带着权柄跟能力 我就举几个例子 你看看到了 因为耶稣就从此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这个经文大家非常熟 在马太福音是吧 第十一章二十八节那边 非常有名耶稣所说的 他说什么 我们一起来念 请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好多的需要 有吗 你的生活会不会重担的时候 会 会 那怎么办 耶稣说 到 我 这里 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看到耶稣没有说 到我这里来 我看看我可以怎么样打几通电话 帮你问一下 可以怎么样帮助你 耶稣没有这样子说 耶稣也没有说 你到我这里来 我们喝杯茶 先缓缓心情 耶稣他没有这样子说 耶稣说什么 到我这里来 我就必定怎么样 使你得到安息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他说话 算 话 这是你的主 你要先抓到这个 耶稣他说话 算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上帝的儿子耶稣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事业上 其实是跟你跟我一样 我们是过了一个平凡的生活 他知道几岁才开始出来传福音的 你们还有点概念吗 印象 几岁 大约 没错 大约三十岁的时候才开始传福音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 三十岁之前他在干嘛 就是 做工 就是平平常常的人 其实没有错 耶稣也就是 在三十岁之前也是平平常常 也是完完全全的人 代表一件事情 你今天生活上所经历的 耶稣会不会经历到 我告诉你 会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我今天要奉主的名 来安慰你 耶稣他知道你为家庭 你为工作 包括你为着未来人生的规划 你的事业 你在忧虑烦恼 你的心情 耶稣知道 你的劳苦 耶稣他明白 你知道我们当中 如果你是有挣扎 包括我们的健康上面 你觉得很多的挣扎 一直渴望得到一个突破 一直渴望得到一个医治 可是还没有看到那个成就 面对健康的问题 亲爱弟兄姐妹 耶稣完全明白你内心的重担 跟害怕 亲爱弟兄姐妹 所以耶稣对你跟我说什么 烦劳苦 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要使你们得安息 亲爱弟兄姐妹 你可知道这个耶稣所讲的安息 是什么 突破的那个东西还没有发生 但是你今天你还是可以好好的吃 你还是可以好好的睡 因为什么 因为上帝的手 他仍然带领着你前面的道路 他要负责你的道路 这就是得安息的意思 耶稣还说过一些什么话 我们都知道 三十五节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边 我们一起来念 请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良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亲爱弟兄姐妹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什么 良 亲爱弟兄姐妹 这代表什么 耶稣在说代表你的身 心 灵 你全人各方面的需要 耶稣会不会愿意关心 我要奉主的名告诉你 他愿意关心 而且他是顾念你方方面面的需要 就在昨天晚上 我太太跟女儿在 就讲到这一段的经文 讲到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良 那我太太跟大女儿Vida 在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就说上帝会看顾我们啊 不单单是看顾我们心里的需要 也会看顾我们身体的需要 他就跟我女儿说 就好像以前我们在美国 在读神学的时候 我们最穷的时候 我们的账户只剩下五块美金 在那个时候 然后我们就带了两个女儿 就没钱了 差一点就没食物吃了 他就跟我的女儿说 结果你知道吗 有一天爸爸晚上出去 倒垃圾的时候 在宿舍的大门口出去 往上那边一看 楼梯上去一点点 看到有一个面包店卖不完 当天卖不完 但是就送来神学院宿舍的 一大袋的面包 哇 他就跟我的女儿说 Vida你看 神也是我们生命的良 也是我们身体的良食 神会顾念我们 那结果我的大女儿 他一听到的时候 他就吓一跳说 蛤 我怎么不知道 我不记得我们有饿过啊 有这个事情吗 当然亲爱的弟兄姐妹 确实我们家学的上帝 这样子一路这样走 就算在最困难的时候 神没有让我们家饿过一餐 所以耶稣说什么 我就是生命的良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不是跟你唱高调 耶稣他说话算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他顾念我们全家的 身心灵全方面的需要 耶稣还说过好多话 耶稣说好有意思啊 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并且要得着生命的光 耶稣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他也必怎么样 复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遇到一些难事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们要寻求帮助的时候 别人可能会给你很多的建议 PR 怎么样 卡住了吗 我给你一些建议 可是建议完之后 我的话仅供你参考 你要自己做主的 我也没有办法为你负责 我们人生的事情上面 我们很多寻求人的意见 这没有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 连医生也好 医生我现在身体有这个状况 医生说用这个药是这个强度 用那个药是怎么样 但是在两者之间 利弊是这样之后 你得选择 是不是这样子 医生大概就是把客观的事情 告诉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耶稣他不一样 你知道耶稣基督他说话 他说什么 他说孩子 我是你生命的主 我是你生命的粮食 我是你生命的道路 真理 我是你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说我是你的主 你到我这里来 来信靠我 我要将我的安息 将我的平安赐给你 所以我们慢慢现在 我们看懂了 约翰福音刚所念的 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可知道 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有真理 是说你的感受跟你的需要 其实耶稣都知道 你不要以为耶稣不知道 还有你的忧愁 你现在所面临的一切的重担 耶稣他都在乎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事情 为什么我祷告那么久 还没有看到一些突破的时候 你以为神不在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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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有这样的思维的时候 把它挪去 你要知道你的忧愁 你的重担 耶稣都在乎 所以第一点很简单 耶稣是谁 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为了爱 他进入到你的世界 他明白什么 明白你的处境 并且他要为你来开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你鼓励你左右两旁 你跟他说神要为你开路 你真的鼓励他 你帮我一下鼓励他 神要为你开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最后的一段 他这边有讲到一章十八节 我们来念这短短的经文 一起来念 请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身子 将他表明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很有意思啊 圣经告诉我们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啊 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 来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脑筋激荡一下 整本圣经真的没有人看见过神吗 有吗 觉得有吗 有没有人 是直接的与神面对面 没好的关系 不得了 有吗 有人说没有 有人说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圣经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或者是我这样子问好了 为什么自从创世纪第三章过后 自从亚当之后 就没有人能够亲眼的看见神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这个 亚当是可以很自然的 百分之一百的 来到阿爸天父的面前 跟他的关系多么美好 你知道吗 亚当是一个完全的人啊 是一个尊贵的人 是一个完美的人 只有亚当是跟神有这样美好的关系 但是为什么自从创世纪第三章过后呢 自从亚当过后 就没有人能够亲眼的看见神 所以如果我问这个问题 圣经当中有没有人亲眼看见过神 其实有的啦 Emily有的 你刚才差一点答对了 有一点怀疑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有给我们答案 我们来念念这两节的经文 在罗马书三章跟以赛亚书五十九章 我们一起来一二三 请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他眼面不听你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里很有意思啊 隔绝啊 他自己说要隔绝 我就特别想到 尤其这两年我们都碰到新冠病毒 其实今天这个主日还蛮特别 就是五十二周之前 我们是这周开始进入到lockdown Level 4 我们是第一次全国的教会被迫 必须要在网路上聚会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做隔绝 我们当中我们很多人每一年 我们都回国探亲不是吗 但是你看这两年什么 因为疫情的缘故 我们变得好不方便 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怎么样 某个程度来说隔绝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发现 人跟人之间 只要病毒还存在的一天 我们都会被隔绝 你同意吗 你阿们吗 只要病毒 这个新冠病毒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很有效的疫苗的话 我们人就会被隔绝 你知道吗 去年年底在Time Magazine时代杂志里面 他们选出来一百张代表性2020年的照片 有几张照片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左上角呢 那个是一个妈妈 一个老妈妈 她隔着那个隔离那个布 她的儿子在对面 她没有办法摸到她儿子 右上角呢 是一个妈妈跟她的女儿 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 但是一见面的时候也不行 必须要隔着 一隔着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 他们想的是拥抱 左下角的那一张是什么 一个爸爸 他的儿子还小 就感染了新冠病毒 在医院里面 这个爸爸再怎么样 再怎么样 再怎么样爱他的孩子 他也只能够透过这样子隔离的一个设备 来去抱他 而且也不能24小时 就算那个爸爸再怎么爱他 再不想放手 我告诉你 时间到了你还是得走啊 右下角 老先生老太太 在老人院里面 因为有感染了 然后就被迫怎么样 就分开隔离 他们看到的时候 他们不能够说什么 他只能够把头把脸整个都 碰在一起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隔离 你看到没有 同样的道理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我们全人类 我们是被掐在死亡跟罪的 所谓的病毒一样 你可以说我虽然是好公民 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可是你知道 把我们心里所想的东西 算在一起的话 其实我们人啊 不是那么的良善的 我们人是带着 所谓的罪的病毒 我这样子讲 希望你可以明白 我们是带着罪的病毒的 所以人是没有办法 接近上帝的 我们会渴求神 所以我们好像 我们会需要神的报报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办法 跟神很亲密的合一 因为为什么 隔着一层 叫做罪的病毒 所以我们必须要隔离 所以人跟神是隔绝的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为什么约翰福音说 从来没有人可以见到神 就是这个意思 从来没有人可以见得到神 但是亲爱的听众姐妹 好消息在哪里 圣经说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就是那个耶稣 将天父上帝表明出来 亲爱的听众姐妹 我必须说这一句英文翻得比较好 我们中文还没有把那个味道把它翻出来 英文在说什么 他说原本我们人跟上帝 他讲的什么 关系 原本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断了 我们不完美了 我们人拥有是很多残缺的 但圣经说 耶稣他本身就是神 这是英文的 耶稣他本身就是神 神 而他跟天父有完美的关系 所以他可以来向我们彰显天父自己啊 没有错 因为罪的缘故 我们人 我们不可能达到上帝的标准 可是好消息是什么 耶稣来 是要把我们这些不完美的人 残缺不全的人 买赎回来 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亲爱的听众姐妹有一句话 你真的真的要记住 圣经说神就是爱是吗 神就是爱 但你可知道爱 他不是来寻找完美的人 爱他乃是在透过耶稣他接纳 并不完美的人 以至于今天你跟我 我们所有的残缺 在基督里都有了完整的生命 你知道今天的主日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点是什么 在过去一千六百多年按照教会历史的传统当中 从这个礼拜今天开始 是纪念耶稣基督对我们牺牲的爱 所以复活节的前一周 一千六百多年来称为什么 受难周 在这一周当中 耶稣会在世上 完成他所要做的事情 包括在最后的晚餐替门徒洗脚 有吗 也是在最后一周所发生的 包括在设立圣餐 也是在那个时候 并且他什么 他被审判 被钉十字架 受死 埋葬 并且等待复活 所以受难周 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发生 那受难周的第一天被称为什么 终之主日 所以今天这个主日就是Palm Sunday 所以你看那个刚好那边 Kiwi他们有讲究这个 所以他们把那个所谓的终之 就已经布置出来了 终之节是什么 为了要纪念耶稣基督他荣耀的 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圣城 是第一天开始 那我为了要帮大家感受一下当时的氛围 我就预备了短短的这样一分钟的视频 来 亲爱弟兄姐妹 你去注意一下 人对耶稣喊叫 喊出来的是什么 OK 你要去注意他喊什么东西 然后第二个 我邀请你注意 每一个人 众人脸上的表情 好 让你可以深刻的感受一下 当时的氛围 我们要出带到荣耀 千万人去那里 为了祝福 的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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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来 你有没有注意到 众人对耶稣喊叫的是什么 Misai 那每个人的表情是怎么样 很笑脸 然后很开心 很兴奋 现在就要见面 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众人圣经上说是 拥戴他为什么 为王 他是君王要进来到这个城市 所以他们把那个宗旨就铺在地上 甚至还有的把那个外套就铺在地上 代表什么意思呢 在当时代表他们是拥戴耶稣 是要成为王的 所以他们很兴奋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众人心里想的是什么 耶稣你来 你是做一个地上的君王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被罗马政府变成一个殖民地 所以说耶稣你来太好了 你如果出个头 我们都挺你 我们成为一个什么以色列什么国 这样子 你当国王 我们就跟着你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都很兴奋 但亲爱的兄姐妹 这个是受难周真正的意义吗 No 亲爱的兄姐妹 在这个受难周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 就是要来提醒我们 耶稣来 他不是来做地上的王 耶稣来 他不是要在我们当中找一个完美的人 然后他可以拍拍我们的头说 很棒啊 你是终于我找到完美 No 耶稣来 是要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 以至于我们所有的残缺 在基督里面都有了完整的生命 你知道吗 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耶稣说了一个什么 哭了 这是什么 成了 你还记得吗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他说在最痛苦的时候 他就说成了 我在想 一般如果是我们上十字架被抓上去 你在十字架上面最后的一句话 你会说什么 啊 完了 我们大概是这样子吧 完了 这是我们人会讲 哎哟 为什么选到我 哎哟 然后冰上 哎哟 没气了 完了 但亲爱的兄姐妹 你要 所以 我们来临的礼拜五 是我们受难节的晚重 你要知道 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都有他的意义 我们人 碰到极大的苦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会说 完了 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 耶稣说什么 成了 成了 什么意思呢 在十字架上面 我们人类 我们一切的罪孽 一切的不公义 全部都加在 耶稣的身上 呀 而且耶稣这个十全十美 这个完美公义的人 他代替我这个 罪人 我这个不公义的人 而使我这些 叫做有罪的人 今天 在阿爸天父的面前 可以被看为 无罪 我的罪 算成耶稣的 耶稣的公义 耶稣的圣洁 算是 我的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上帝 可以听你跟我的祷告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注重罪孽的 神是不听祷告的 所以今天一个人 是带着罪的话 神是不听祷告的 你知道吗 但是为什么今天 我们的祷告 神一定会听 我每一天 我为着我的孩子 来祷告 我为什么 我这个底气说 天父上帝 一定会听我的祷告 因为我是圣洁的 公义的 不是我的功德 是耶稣给我的 以至于我在神的面前 神看我是完美的 神看我是一个 可爱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常常说的一个 这是一个神圣的交换 这是一个 A divine exchange 因为天父上帝 把他的眼 因为他爱耶稣 他把他的眼目 从耶稣身上 就挪开的时候 就要定他的罪 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 以至于上帝挪开的时候 他今天可以定睛地 看着你 然后跟你说 我好爱 好爱你 是因为耶稣的缘故 你知道吗 因为上帝因着耶稣 所承担的那个 咒诅也好 罪也好 所以神只有一个选择 天父没有选择 他不能够装作没事 因为耶稣是他爱的 没有 耶稣竟然是有罪的 他就不能够 以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天父上帝 只能够做一件事情 离弃耶稣 背弃耶稣 以至于今天你跟我 才可以说 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 说什么 神对我们说 我永不会离开你 天父对我们说 我永远也不会丢弃你 其实就这边 你看到吗 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基督信仰 它是好消息 严格来说 人家问你说 你信什么宗教 基督教吗 我严格来说 我跟你说 我们所相信的 不是一个宗教 它乃是一份 从天上来的爱 一个从天上 阿爸天父来的爱 你知道这就是 白白的恩典 以赛亚书 我没有打出来 但以赛亚书 有一段经文 我从来都看不懂 以赛亚书什么 他形容一个君王 抱着他的儿子 并且呢 就宁愿把他的手 打断了 把他儿子的手 打断了 我看到 以赛亚书那一段的 经文的记载的时候 我觉得我看不懂 你如果那么爱 你的儿子 你怎么会任凭 别人把他手 打断呢 后来有一次 我们全家去 去逛街 去买菜 你们知道 我家的David的体重 是吧 那个 重量级的 他累了 他累了 开始闹脾气什么 那爸爸 没得选 我只能够抱着他 那一天的东西 买得比较多 所以我又 单手抱着他 扛着他 我另外一只手 又拿好几袋的东西 可是那一天 刚好停的车 有点远 那怎么办 没法 还是得走过去 但前两天 我只是在走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了 我的手开始 怎么好像有针 在刺我的手 好像已经开始 没有感觉了 是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 没错 开始麻掉了 可是我就看着 他睡得那么香甜的时候 你知道我舍不得 把他叫起来 我真的舍不得 因为我知道 他其实那一天 跟着我们这样 跑一整天下来 也是算是累坏了 于是我这样子 抱着他的时候 我也承认一件事情 我是凭着意志力 在撑着我的手 你要知道 我另外一只手 还有东西 就在那一个当下 神似乎告诉了我 以赛亚书那段经文的意思 我爱我的儿子 爱到一个地步 就算我的手废了 我也不愿意 把他叫起 叫他自己走 你可知道 以赛亚书那边讲的 阿爸天父 他爱你 爱到一个地步 他愿意 让仇敌把他的手打断 他也不愿意放掉 他手中亲爱的宝贝 他手中的儿子是谁 其实是你 其实是我 我看懂以赛亚书 天父的心肠 我终于看懂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没有 这个 我们人都会软弱 我们都会残缺 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天父对我们说 孩子我永不会离开你 我也不会丢弃你 今天是第一天 我们即将要进入一个受难周 亲爱的弟兄姐妹 十字架不断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 认真听 十字架给我们的提醒是 如果阿爸天父 已经把那个天上最荣耀 最美好 最尊贵的 他最心里所爱的那一位 耶稣 都愿意 给了我们 还有什么样的福气 是上帝会保留 不愿意给你的 如果天父上帝 已经把那天上最荣耀 最尊贵 都最美好的耶稣 为了你而献上给你了 还有什么样的福气 他会吝啬 而给不起你的 我告诉你 天上一切 都是围绕着耶稣在打转 他是最尊贵的 可是天父把他白白的给了我们 所以亲爱的听众姐妹 我要奉耶稣的名告诉你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是我们一生的盼望 是我们的安慰 也是我们力量的一个源头 我要奉神的名来再次提醒你起来 不管外面的环境是多么的困难 你要单单注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 看着耶稣给你的恩典 然后你可以打从心里说 我的阿爸 我的阿爸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的爱我 你知道吗 我们可以把一切的害怕 一切的焦虑 我们抑郁的东西 甚至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伤害 全都不要客气的丢给耶稣 把我们的 请容许我这么说 把我们人生所的垃圾 丢给耶稣 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这是耶稣 想要看到你丢给他的 你如果为了自己而保留 任何一点的软弱 你就是在那个软弱当中 你就是不能得胜 全部交托给他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今天信息很简单 耶稣是谁 第二个 耶稣他就是基督 因为爱的缘故 你可以得着神的生命 他洗尽了你跟我一切的过犯 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恶 阿们吗 今天的信息一开始告诉我们 基督徒的信仰 不是人去寻找上帝 乃是什么 上帝来寻找人 那耶稣到底是谁呢 总共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 耶稣他是神子 他是神的儿子 为了爱 他进入到你跟我的世界 什么意思呢 你的感受 你的需要 耶稣都知道 你现在所面对到的 生活 你的害怕 你的工作 你这些不确定的东西 你的重担 今天弟兄姐妹 耶稣 他都在乎 为了爱 他要进入到你的世界里面 他明白你的处境 而且你要记得 他要为你来开路 你要愿意让他来开路 你不要自己去找那个路 让神来为你开路 第二个 耶稣他是谁 耶稣他是基督 他是救赎主 那因为爱的缘故 你可以得着神的生命 他可以洗尽你的过犯 赦免你一切的罪 收南州十字架 不断地提醒我们的是什么 阿爸天父上帝 如果已经把天上最荣耀 最美好 最至高的耶稣 都给了你跟我 还有什么样的福气 是他会保留 不给你的 或者是我反过来 再问你一下 好不好 如果阿爸天父 已经把天上最美好 尊贵的耶稣 都给了你跟我 那为什么我们 还要在基督以外 去寻找我们人生的满足呢 有没有道理 我们就花点时间 安静在神的面前好吗 今天神的信息 一定有对你要说的话 耶稣是谁 非常简单 他是神子 他是基督 我们就花点时间 安静在神的面前 阿们 哈利利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起立好吗 我们用这首诗歌 来成为我们的宣告 来成为我们的祷告 耶稣的名 让这首诗歌 打从你心里唱出来 把耶稣当得的荣耀 敬拜与尊崇 都归给他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耶稣当得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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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贵都会与你 万喜要归买 万口要承认 耶稣我祈拜你到永远 耶稣是你爱子 耶稣荣耀君王 万有福福在你脚前 世间依旧属主 耶稣的名 常不安明 荣耀真贵都会与你 万喜要归买 万口要承认 耶稣我祈拜你到永远 耶稣的名 常不安明 荣耀真贵都会与你 万喜要归买 万口要承认 耶稣我祈拜你到永远 便宜不能 祈病不能 死亡不能 胜过耶稣的名 世上没有任何困难 胜过耶稣的名 一只能力 救赎本殿 勇引耶稣的名 勇引耶稣的名 一只能够活神圈的圣 勇引耶稣的名 勇引耶稣的名 超不万一 拥有准备的归于你 欢喜要回答 万口要圣人 耶稣我请拜你到永远 欢喜要回答 万口要圣人 耶稣我期待你到永远 勇引耶稣 耶稣 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谢谢你 祝我们人传讲的实在好有限 但谢谢亲爱的圣灵 祝你把耶稣的爱 祝他此时此刻这样子浇灌下来 天父谢谢你 祝我们 我们是你的门徒 我们跟随着你 但主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常常在说 主啊你到底是谁 亲爱的圣灵 主谢谢你 你要今天 再一次地激励我们的心 再一次地知道 耶稣 祂就是神的儿子 祂就是神的儿子 我们一切的感受 我们的需要 耶稣都知道 我们一切的劳苦 我们的重担 其实耶稣祂都看顾 天父我们谢谢你 主啊你对我们的爱 是那么的细致 主啊纵然 人会有失信的时候 软弱的时候 但你仍然是可信的 天父谢谢你 把你的爱子耶稣 为了爱 进入到我们的世界当中 祂明白我们的处境 祂要为我们来开路 天父谢谢你 主啊让我们再一次地知道 耶稣祂就是基督 是我们生命中的主 是我们生命的粮 是我们的道路 是我们的真理 是我们的生命 耶稣谢谢你 因着你的爱 我们可以得着这个 完美完整的生命 主谢谢你洗尽我们的过犯 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阿爸天父谢谢你 今天圣灵在这提醒我们 阿爸 如果你都已经把天上最荣耀 最美好 最尊贵的耶稣 都给了我们 还有什么样的福气 是你会保留 太珍贵 而不给我们的呢 还有什么样的福气 是你给不起的呢 天父因此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我们把今天弟兄姐妹 带到你的面前 抓这个道一洒下去 在我们的心里面 就成为了豪土 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耶稣 更深的来爱慕耶稣 更多的勇气 来跟随爱我们的主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阿爸天父上帝的慈爱 与圣灵的能力 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 在未来的一个星期当中 天父你保护我们平平安安的 主要在未来的一个星期当中 主要你祝福 看顾 指教我们的生命 知道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 祂是你的儿子 祂是我们的救赎主 而祂爱我们就爱到底 主我把我弟兄姐妹 工作继续带到你的面前 我们出去谈生意的 我们在工作上碰到瓶颈的 耶稣你来为我们开路 在我们的家里面 我们的身体不舒服的 照顾孩子的 天父谢谢你 你都明了我们的需要 你来为我们开路 天父谢谢你 主啊 亲爱的圣灵专家把那个喜乐的油 浇灌浇灌在神你自己的百姓当中 使他们更多的认识耶稣 就更爱耶稣 更爱耶稣 就更多的快跑来跟随耶稣 天父我向你献上感谢 恩代 祝福我们的众弟兄姐妹 不只是在场的 也包括在网路上收听所有的朋友们 都有神你荣耀的祝福与同在 我们这样子感谢 祷告赞美 是奉耶稣的名所祈求的 阿们 哈利路亚 我们给上帝一个大大的掌声